第九百四十集 震荡弹 霍玉号立刻就辨别出 这是七级的震荡弹 这玩意儿可不是闹着玩的 最大的特点就是覆盖范围足够大 而且无论是什么修为 只要陷入震荡弹笼罩的范围内 都会受到影响 一旦被迟滞 那么敌人就上来了 另外八个人都是速度全开 直奔霍玉号的方向合围过来 面对这种局面 霍玉号眼神却变得越发坚定了 比这更加困难的情况 他又不是没有遇到过 敌人越强 他自身潜能被激发的也就越大 自从成为魂圣之后 他还从未有经历一战的时候 哪怕是那次面对血眼暴君也是一样 血眼暴君都没承受得住他权力的一击啊 身体在空中略微停顿了一下 紧接着一道白色光影就从他身上分离了出来 两道暗蓝色光刃几乎只是在空中轻微闪烁了一下 那极飞而来的两枚震荡弹就在空中停止了 下一瞬剧烈的爆炸 带着无数荧光飞射覆盖了大片的范围 地剑兵级无双 雪女虚空而立 娇俏的身影看上去已经有十三四岁的大小了 冰冷的娇岩散发着高贵的气质 就那么静静的悬浮在夜空之中 给人一种无形的美感 两枚震荡弹的爆炸 不但没有牵制住霍玉浩 反而因为提前爆发 阻挡了携军混倒师团尖刀小队的其他成员 他们在面对霍玉浩这种强敌的时候 也不敢让自己身陷其中啊 万一被对手偷袭怎么办 只能等待数秒 震荡弹的威能散开后 这才能继续上冲 数十道蓝色的混倒射线 直奔雪女覆盖了过去 他们一直都没有看到对手是什么样子 又没来得及和之前退下的两名混倒师交流 雪女这一出现 他们当然认为就是敌人了 尽管雪女只有十三四岁的样子 着实不像 但在这种时候宁杀错 没放过 雪女虚空悬浮 大秀一挥 一片洁白的光运散开 在空中化为片片晶莹剔透的冰花 这些冰花光滑如尽 更加奇异的是 每一片冰花都刚好阻挡住一道混倒射线 没有硬碰 所有混倒射线在被冰花阻挡之后 竟然都产生了折射 冰花消融 混倒射线也是四散纷飞 没有一道能够接近雪女的 在冰雪方面的控制力 又有谁能够和冰地雪地相比呢 雪女随着霍玉浩的实力成长而成长 八角悬兵草的融合之后 对于霍玉浩极致之兵能力 更有了升华 也进一步促进了雪女实力的恢复 霍玉浩都不敢肯定 未来有一天 雪女会不会变成雪地 拥有雪地最强的状态 但至少目前来看 这种可能还是存在的 要是真有那一天 单是雪地一个 就足以和极限斗罗媲美了 雪女的强悍 出乎了众位邪军混倒师团 混倒师们的想象 但他们的攻击也才刚刚开始 激活 为首的金灯小队队长大喝一声 顾不得怜香惜语了 先拿下对手再说 一道道蓝色光芒 再次喷射而出 但这一次却并不是直接向雪女射去 而是全部射在空中一个点上 十名尖刀小队成员 心念如一 十道粗如手臂的浑倒射线 集中在一点后 就再次射出一道光线 深蓝色的射线没有变得粗大 反而变得纤细了许多 划破长空 瞬间就到了雪女面前 小雪女的娇严 变得凝重了几分 右手伸出 手掌完全变成了一片冰蓝 轻轻虚暗 与那射线碰撞在一起 呜 天空中响起一声怪异的清明 紧接着小雪女的娇躯 就变得虚幻了几分 但是那刀射线也随之溃散了 十名尖刀小队成员都看呆了 他们这一击可是集中了九名七级魂导师 和一位八级魂导师的魂导射线 尽管魂导射线本身不强 但十个人叠加在一起 这一击绝对相当于魂斗罗级别强者的全第一击了 可却背着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挡住了 什么情况啊 他们并没有看到的是 隐身状态下的霍玉浩在雪女挡下这一击之后 也是身体一晃 雪女的力量原则于她 但因为雪地当初本身实力强大 雪女身上有雪地的烙印 相对来说自身也能调动一部分力量 刚才这一击 雪女用的是地掌 大寒无雪 如果面对的是魂狮 就算是魂斗罗硬碰 也好受不了 但魂导器和魂狮毕竟不同 纯粹的魂力攻击 反而令地掌中蕴含的极致寒意 没能起到作用 雪女和霍玉浩相当于吃了个暗亏 雪女在空中旋转起来 洁白的长裙飞舞 大片大片的雪花拨散开来 将它的焦躯掩映其中 地寒天加上霍玉浩的涌动之欲 瞬间化为雪舞级冰雨 高空温度本来就低 虽然水元素并不充沛 但这雪舞级冰雨已施展出来 周围空气温度骤降 令准备连续出手的尖刀小队成员们 身体都不由得凝制了一下 一个个全都释放出各自的魂导护罩 进行抵挡 好冷啊 这是他们同样的感觉 更可怕的是 在前方大片的雪花中 已经失去了那少女的身影 霍玉浩在雪女的掩护下 已经上升到了更高的空中 超高空探测魂导气已然在望 雪舞级冰雨有雪女主持 肯定不如她自己主持的效果好 但能够耽搁一会儿功夫就足矣了 这还是因为她现在魂力 与精神力融合度极高 能够留下一缕精神力在雪女身上 这才能够分开较远 否则雪女甚至不能离开她太远作战 九个了 空中的超高空探测魂导气 已经到了九个 加上之前收取的 已经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全面加速 几个闪烁终于到了超高空探测魂导气面前 霍玉浩毫不迟疑 星光蓝宝石储物介质光芒闪烁 迅速地将一个又一个 超高空探测魂导气收起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股强烈的危机感突然传来 她下意识地朝着下方看去 看到的却是一团炽热 如同太阳一般的光芒 骤然爆发 不好 意念一动 霍玉浩迅速向雪女发出了召唤 雪女化为道流光 把空而起 但霍玉浩还是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体内魂力狂血 而且精神力也传来 振振虚弱的感觉 雪女是魂灵 不会真的死亡 但在受到攻击的时候 消耗的就是霍玉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魂灵 就是魂尸的部分分身 如果魂灵死亡 那么魂尸也要受到重创 想要重新凝聚魂灵 不知道要多久时间才行 至少霍玉浩不愿意有这样的尝试 一朵奇异的小花 从霍玉浩筋绑处抓了出来 一圈圈冰蓝色光韵 向下覆盖 迎上了雪女 正是八角出手了 在八角的帮助下 那从下方升腾而起的 滚滚热浪 被阻挡了一下 雪女 这才化为一道流光 重新融入到霍玉浩体内 看着下方 那骤然爆开 宛如太阳般的强光 霍玉浩不禁倒吸口凉气 好家伙 这是谁来了 这么恐怖的攻击 疯了吗 他再也没有继续等待其他 超高空探测魂导器的到来 转身就跑 吹动全身魂力 化为一道流光 直奔兴罗帝国大营方向而去 能够在下面 制造这么大动静的 只有一种可能 来了九级魂导师 而且他的精神力之前 都没有发现对手 这就证明 对方身上 可能携带着 屏蔽精神探测的魂导器 这样的对手 局不是他现在 所能抗衡的 正在这时 下方一团团火光 突然升腾而起 这些硕大的火球 每一个都有直径一米以上 顷刻间 数百个火球 就已经升入空中 照亮了大片的空间 每一个火球 就像这颗小太阳 释放着炽热的光彩 一道高大强壮的身影 也以惊人的速度 从下面升空而起 你跑不了 森然低吼声中 狂牛斗罗王一恒 已经到了空中 也未见他做什么 那些升空而起的火球 就已经释放出 道道火光 迅速在空中 凝聚成一张 巨大的火网 空气轻微地呈现 水波扭曲 这张大网 正好将霍与号的退路 完全挡住了 好强的昏导器 肯定是九级 霍与号没有停顿 对他现在来说 面对这种情况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硬闯 闯不出去 就麻烦大了 模拟魂迹停止 他的身体在空中 直接显现出来 在火网的笼罩下 空气温度极高 霍与号没有将 极致之兵魂力 外放来抵抗 那样会进一步 加剧他的消耗 而八角玄冰草 则释放着 淡淡的冰蓝色光韵 覆盖他全身 将外面的高热 完全隔绝开来 在攻击方面 八角完全不行 但要说辅助 他的作用 却是巨大的 看到霍与号全身穿戴 人形浑倒器的样子 狂牛斗罗王一行 也是一浪 人形浑倒器 竟然是人形浑倒器吗 什么时候 兴罗帝国在 浑倒器的研究上 达到如此程度了 他人虽然在吃惊 动作可不慢 空中火网交织 带一颗颗大火球 迅速变化着方位 火网直奔 霍与号绞杀而下 狂牛斗罗王一行的 五魂本身就不弱 自身在研究 浑倒器的时候 就以高爆 高能 高热为方向 纯粹地追求破坏力 能够成为护国之首 五大浑倒师团之一的团长 他的实力可想而知 就算不如星空斗罗 夜雨林 也并没有差得太多 此时他所施展的 这套浑倒器 名叫烈焰天罗 乃是他所独创的 一共有365颗天罗珠组成 每一颗天罗珠 都在他的掌控之下 他自己 就是这烈焰天罗的阵眼 在究极浑倒器中 烈焰天罗也是能排得上 名号的存在 大约排名在第十到十二之间 千万不要看到排名在十位开外 这排名可是计算了定装浑倒炮弹在内的 就是凭借这烈焰天罗 王一行才有了现在的地位 超高空探测浑倒器实在是太重要了 所以他才一上来就用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雪地本来的力量当然不是他能媲美的 但现在雪女能够施展出来的毕竟太弱 在王一行的烈焰天罗吃的灼烧下 雪武级兵裕又没有霍玉浩助持 直接被迫 此时席卷上来 烈焰天罗最擅长的控制焚烧双杀 全面掌控局面 深吸口气 霍玉浩心头清明 他没有任何怯懦 额头上命运只眼开启 个人单兵胀开 额头位置的蓝宝石 顿时亮了起来 奇异的魂力波动 瞬间向外扩散 紧接着一道亮紫色的光滑 就已经划破长空 电射而出 在他离开宝石后的下一瞬 亮紫色又突然变成了玫瑰金色 强烈的光芒划破长空 哪怕是烈焰天罗 也不能阻止其半分 瞬间就到了王一恒面前 狂牛斗罗王一恒 乃是九级魂倒师中的少壮派 不只是实力强悍 同时也对于接受最新科技很有心得 霍玉浩这边一发动 他就感觉到了不对 这是纯粹的精神属性攻击吗 一个几百的头姑 巧然出现在王一恒腾上 这个头姑前端 由七颗银色宝石组成 在王一恒的催动下 七颗银色宝石顿时释放出强烈光彩 画为一面银色盾牌挡在他面前 玫瑰金色的光芒落在这盾牌上 盾牌轻微地震插了一下 然后那玫瑰金色就泯灭了 远处霍玉浩个人单兵战开 额头上的宝石砰的一声破碎了 他头也不回地直接朝着 烈眼天罗的反方向冲了出去 而这个时候 王一恒却显得有些呆滞 紧接着他的头部骤然向后一样 就像是脸上被人重重地打了一拳似的 面前的银色盾牌和头上的头骨 竟然同时破碎 王一恒直觉的大脑一阵强烈的晕眩 那股恐怖的精神力量 仿佛尖椎一般 直辞自己大脑深处 烈焰天罗顿时失去了王一恒的控制 一时经火光大降 也就借着这短暂的时机 霍玉浩背后的三队飞行浑倒器吃饮 光芒大放 带着他直奔外面冲去 与此同时 个人单兵战开外面 又覆盖上了一层钻石冰晶 隔绝高热 眼看着他就已经冲到烈焰天罗边缘了 而王一恒在这个时候 也已经恢复了过来 好强的精神力 他心中虽然亥然 但控制烈焰天罗可不慢 暗淡的火光 瞬间再次炙热 十余颗天罗珠 只奔霍玉浩的身体出所去 光影一闪 霍玉浩瞬间消失 瞬间转移 只是一个闪烁 他就出了十余颗天罗珠笼罩的范围 也冲出了烈焰天罗的笼罩 但是王一恒并不是一个人 在外面还有他尖刀小队的成员 这些人也一直都在观察着霍玉浩的动静 看他竟然冲了出来 顿时大量的浑倒射线 浑倒炮弹 风暴席卷而来 小队 施之一 小队 宝灯 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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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